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这句话是一句谚语 意思是即使有很好的疗伤药物能够治疗刀伤枪伤 但最好的情况仍然是避免受伤 不让手受伤才是最重要的 这句话强调了预防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我们都应该尽量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发生意外伤害 比如在工作场所要注意安全规范 避免操作危险物品 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等 只有做好预防工作 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伤害的发生 同时这句话也提醒我们 即使有了应对伤害的方法和手段 也不应该掉以轻心 而是应该更加谨慎和小心 因为即使有了药物可以治疗伤口 但受伤的痛苦和可能留下 的疤痕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综上所述刀枪要随好 不破手为高这句话告诉我们要重视预防工作 尽量避免伤害的发生 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应对伤害时要保持谨慎和小心 任何日常生活中需要不同预防工作 主持有少 Myth 久保湿了